你看啊,这13岁的庄妃嫁给了黄太极 那年黄太极多大呀 34岁 可是在这后宫当中啊 有个小叔子叫多尔滚 那年多大呀 14岁 就在这会儿啊 认识了小叔子多尔滚 两人啊 一来二去暗生情愫 不但暗生情愫啊 而且还叉叉叉叉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 这清宫谜案当中 母亲和儿子的那点事 其实啊,还是那个意思 这清宫当中啊 要说这个阿哥和后妃们啊 没有什么一案 因为本来呀 就不常接触 不总在一块待着 所以咱们这个话题呢 肯定说的就是 这太后太妃们和皇上的那点事 那咱们要说说谁呢 那咱们今天就要说说呀 这个关系非常不好的一对母子 那就是这顺治皇帝 和这孝庄文皇后 说到此啊 咱们就不得不再说一遍 这孝庄文皇后这个称呼 实际上这孝庄文皇后 这孝庄二字呢 是她的嗜好 活着时候啊 没人管她这么叫 不是没人敢叫啊 因为这嗜好这个东西啊 是死了以后才被拟出来的 活着时候没人知道这两个字 所以说在那个某电视剧里啊 老太太一拍胸脯子说 我孝庄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地 那纯属扯淡 那她到底叫什么呢 这孝庄皇后啊 是个蒙古人 波尔吉吉特氏 她是这个承基斯汗的二弟 卓士和萨尔的十九世孙女 那有人说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这孝庄皇后不就是 波尔之金是吗 哎 有蒙古朋友跟我说啊 这两个姓氏啊 在蒙语里边发音都不一样 哎 您就那么想去吧 这清朝的满人啊 和蒙古族的关系 那是多么样的好啊 他们都不管这个姓氏啊 叫波尔之金 那必然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至于是因为元朝的时候 因为不是黄金家族正经 一脉就有意为之 还是元朝以后为了躲避 其他不足的迫害与追杀 刻意改过来的 那咱们就不好追查了 得了 咱们先放下这个姓氏不说啊 咱们继续说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娘娘有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木不太 这个名字可牛了 是什么意思 是天降贵人的意思 在这呢 我还得给您透露一个小谜团 就是在这个满文老荡当中啊 孝庄文皇后名字上边 遮盖了一张白纸条 这个白纸条是谁贴的 是乾隆朝乾隆皇帝命人遮盖上的 这个白纸条一遮盖啊 就是二百年未曾被人打开 后来有学者打开之后啊 看到里边 写着孝庄文皇后娘的名字呀 其实呢 叫做布木不太 这么着呢 就出问题了呀 那这个布木不太呀 在盟语里边是天降贵人的意思 可是这个布木不太呀 在这个盟语里边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咱们这个系列里呀 既然说的是孝庄和顺治的关系 您往后听去吧 这孝庄文皇后以后 被人明目张胆 篡改的信息还多着呢 那咱们现在就说吧 这个孝庄文皇后本名啊 她就叫做木不太 她就是这个大富大贵天降贵人的意思 13岁的木不太 那年呀就嫁给了34岁的皇太极 那会儿的皇太极呀 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大汗 那会儿啊是贝勒 四贝勒 那会儿啊再称呼着木不太呀 就得叫福晋了 小福晋 虽然呀 在当时的满族人当中啊 福晋就是正妻的意思 有很多位 只要是叫福晋 排名不分前后 咱们前半不是聊过了吗 在个婚姻制度上 这满族跟汉族他不一样 这汉族呢 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这满族就不一样了 满族啊是一夫多妻制 这些都是妻子 哎 哥满洲话就都叫福晋 所以说这个进门排名 不分前后 为什么要跟您强调这个呢 因为这皇太极第一个妻子 也就是他的嫡福晋呢 他也是一位博尔基基特 名字叫做哲哲 并且呀是这小穆波泰的亲姑姑 有人说怎么这么乱呢 不乱 这个呀各人草原民族上啊 不算伦理根 那要是这您都搅着信心 那您接着往下听吧 那信心事啊还在后头呢 这皇太极娶了博尔基基特氏 这对姑子还不算完 就在崇德元年的时候 又有事情发生了 就在前一年 那年呀是1635年 博尔基基特家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省亲团 到圣经去看望自己 家族中被封为韩福晋的这两位女儿 这就是这姑姑哲哲和这个侄女穆波泰 这会儿啊已经叫做西永福宫福晋了 在这庞大的省亲队伍当中啊 就有这个哲哲的侄女 穆波泰的姐姐叫海兰珠 可是这会儿的海兰珠啊 那已经是个有夫之妇了 至于他的前夫是谁呢 咱们留到以后 皇上跟这后妃之间关系的时候 咱们再细聊 在咱们这系列里啊 不必展开 您也没必要知道 您只要明白 他投成为皇太极妃子之前啊 曾经嫁过人就完了 也么那么寸 这海兰珠啊 就被这皇太极看中了 有人说这海兰珠身上 有一种少女不曾有的风韵之柔情 所以说呢 这闪迷大爷皇太极 见了自个儿的大姨子之后 他算是走不动道了 不行 非留下 留下呀 给我当媳妇 也就是说 这博尔吉吉特氏 回到草原之后 用一年的时间 解决了海兰珠的婚事 这样 才重得元年的时候 皇太极 才册封海兰珠为 东宫大附近 陈飞 而比他先入宫的妹妹穆波泰 这会儿啊 只被册封为了 西宫册附近 装飞 从地位上啊 比这位后入宫的姐姐整整差了四截 哎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还有详细数字 因为这个皇太极的后宫当中啊 一共就有五妃 咱们从头开始说 中宫 国君附近 就是这皇后 博尔吉吉特 哲哲 说是五妃啊 其实就是一皇后四妃 按照这个东大西小的原则呀 那紧接下来是谁呀 接下来呀 就是博尔吉吉特海兰珠 她是这个东宫 官居宫 大附近 陈飞 再往下呢 就是东宫 眼清宫 侧附近 书飞 博尔吉吉特 马早 咱们转过来 再问西说 西宫 林子宫 大附近 贵妃 博尔吉吉特纳木中 到了最后 才是这西宫 永福宫 侧附近 庄飞 博尔吉吉特 穆伯泰 也就是后来的 孝庄文皇后 您看了吗 所以说呀 您可别让这个 孝庄秘史那种 电视剧呀 把您的这个思路 搞混了 这个穆伯泰呀 当时在皇太吉的 后宫中的位分 并不是很高 所以说这穆伯泰 后来呀 一下子能显出 富贵来了 那就是 母平子贵 崇德八年的 八月二十六日 在圣经 举行了盛大的 登基大典 谁登基了 顺治皇帝呀 爱心觉罗的福林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啊 这穆伯泰和这福林 才正式进入到了 太后与皇帝之间的 母子关系 那么这对 天家母子的关系 怎么样啊 我可以很负责的 告诉您 地步怎么样了 转观点来呀 这个八旗入关 定顶中原 这对母子呢 也随着八旗大军 来到了北京城 住进了紫禁城当中 那么怎么能看出来的 这母子关系就不好呢 在这个顺之少年之时啊 这母子之间最大的隔阂 那就是 摄政王 多尔滚 皇太极驾崩以后 在八旗中啊 有两股大的势力 争夺皇位 皇长子 肃亲王豪格 这另外一派呢 就是皇上弟弟 瑞亲王多尔滚 最后因为啊 两方实力均衡 又争执不下 所以才立了这么一个 好控制的小皇帝 九子福林 那么说 未成年的小皇帝 候选人 只有福林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啊 这其中啊 还有比他大一岁的 这个高赛跟长旭 比他小两岁的涛赛 所以说呢 从这会儿就有人怀疑 那既然候选人 不止福林一个 那么主张立福林 为皇帝的多尔滚 那一定是跟福林的妈妈 这位庄妃有关系 有人呢 就从那个年龄上推断 他们说呀 你看啊 这13岁的庄妃 嫁给了皇太极 那年皇太极多大呀 34岁 可是在这后宫当中啊 有个小叔子 叫多尔滚 那年多大呀 14岁 并且还有人说 这穆布泰啊 嫁到满洲之后 因为年纪太小 暂时不能和这个皇太极和紧 就暂住在自己姑姑 哲哲的宫中 就由这个哲哲呀 教他一些满洲话 和这个满族的一些宫廷规矩 就他这会儿啊 认识了小叔的多尔滚 两人啊 一来二去暗生情愫 不但暗生情愫啊 而且还叉叉叉叉 此处暂时列去 1500字 也就是说 从顺治登基之史 旧人开始传闻 这多尔滚呢 和这庄飞呀 他有一腿 这清宫四大一岸之首 太后下架之谜 自此就拉开了序幕 您看呢 著名清史学家 孟森先生 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件事情啊 从清初 满洲人 定顶中原 整个华夏 无南北 无老幼 无男女 凡爱恕 故老传说者 无不能言之 但是 您瞧没有 这大学者说话呀 他也有但是 他说 但是求其名文 则无由也 那先生说这句话 什么意思 他说呀 这太后下架 这事啊 只要是中国地 无论南北 老幼男女 凡是爱讲古 说古 讲故事的人呢 都要说说这事 那么这事有没有文献记录啊 没有 关于这事啊 我倒是找到了那么一点文献资料 准不准确的先放在一边啊 这里边衔接骂的那是挺想 不过呀 今儿天不早了 明儿 明儿早晨 我再给您详细掰扯 我是讲故事的昆文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从这儿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多嘞 咱们明儿见 咱们再给您看 中文字幕——YK